我關外域間脫逃跟通緝食言的問題 保護立即的檢討 而且做出了幾個決定 來向各位報告 首先關於外域間脫逃的問題 已經折成矯正數 立即查明原因 並要究責 所以在調查期間 明德外域兼典議長 要調離縣職 靜候調查 有關辭言通緝的部分 也折成台灣高等檢察署 他要要求台南地檢署 提出報告 檢討原因 並責任歸屬 今天下午 我也邀請了一些專家學者 要來就外域間條例的修正 跟一些改進的措施 來提供寶貴的意見 關於死刑執行的問題 只要法律程序完備 那我想依法要執行 法務就會執行 好 好 好 我一次回來了 這次回來了